- 這裡是- - 驚訝了嗎? - 抱歉 - 我叫Sonia - 什麼名字? - 我叫Hiral国王Rome,Zelda - 今天影片裡面,我們要解遊戲的第一個龍之類 - 我們人在這個地方 - 在新馬力臺驗站附近 - 我還沒有看這邊的地圖喔,大概位置在這個地方 - 我們要去利特村的路上 - 你在這個地方,你會碰到鷹爬 - 我們先在這個驗站旁邊 - 看到鷹爬的隨從 - 我們跟他講話一下,他叫做伯加多 - 聽說你跟薩爾達公主殿下都失蹤了 - 薩爾達公主殿下人在哪裡呢? - 真的失蹤了 - 什麼? - 依然下落不明 - 然後,伯加多說要不要跟硬耙大人見一面呢? - 硬耙大人本來在卡卡利克村 - 現在,硬耙大人 - 就在前面 - 目前在那兒 - 他想硬耙大人手上應該會有搜索 - 薩爾達公主殿下有關的情報 - 那我們就過去找鷹爬 - 我們今天解的這個龍之類的任務 - 有點像是 - 薩爾達出所礦眼之系裡面的回憶 - 我們要解回憶就對了 - 我們來跟鷹爬講一些話 - 好久不見了,原來鷹爬會站起來 - 他是西卡族的長老 - 聽說我之前失蹤了 - 看到你平安無事是太好了 - 那麼薩爾達殿下在哪呢? - 消失了 - 下落不明 - 那必須繼續搜索才行 - 他發現薩爾達殿下失蹤的時候 - 有好多好多巨大的圖案跟天地異變 - 一起出現在這個大地上面 - 讓我很在意 - 聽說世界各地都出現類似的東西 - 他目前跟伯加多一起研究地上的圖畫 - 從高台上俯瞰這一帶的時候 - 發現這邊有一幅地上圖畫 - 但沒辦法看清全貌 - 想要用熱氣球 - 飛上去 - 但是熱氣球壞掉了 - 那我們就幫他把熱氣球修好 - 用我們的救急手 - 把他黏起來 - 好了 - 修好了 - 來跟硬砲講一下話 - 熱氣球居然修好了 - 要不要一起去看一下這個圖畫 - 那就趕緊出發吧 - 好啊 - 我把熱氣球伸到天空中 - 旁邊有火把 - 我們就拿火把 - 欸 我剛好有 - 位置可以拿火把 - 剛好有武器來可以拿火把 - 我就拿了火把 - 點火把這天球伸到空中 - 來去看地上的圖畫 - 嗯 - 啊 - 來到好高的地方 - 頭暈目眩起來了 - 嗯 - 這樣從這邊就可以好好的觀察地上的圖畫 - 嗯 - 嗯 - 古代的人會把所見之物 - 以地上的圖畫的形式 - 留在龍之類附近 - 文件上是這麼記載的 - 嗯 - 不知道古代人所說的所見之物是什麼 - 就連龍之類又指的是什麼 - 毫無頭緒 - 以地上圖畫的形式 - 留在龍之類附近 - 從這句話來判斷的話 - 在地上圖畫的某個地方 - 應該會有他所指的東西吧 - 啊 - 這樣也許能夠掌握到薩達殿下的線索 - 幫忙找找看吧 - 啊 - 如果在地上圖畫 - 發現有在意的地方 - 可以直接用滑翔嵩飛過去 - 不用擔心 - 鷹耙會著陸 - 著陸這個事情 - 這個小事情難不倒我的 - 啊 - 所以我們就來 - 下去找龍之類啊 - 那大家的話就是 - 可以走來走去 - 會找到這個畫附近 - 看一看 - 看到龍之類到底在哪邊 - 那我之前是找過 - 龍之類在這個地方 - 如果大家找不到的話 - 也可以跟我一起下去 - 下去 - 在這個眼睛這個地方 - 你就會看到龍之類了 - 好像一個小水潭一樣 - 我們就來調查一下 - 好像一個小水潭一樣 - 調查一下以後 - 我們就可以看到回憶喔 - 那我先把我自己隱藏起來 - 然後大家來看一下回憶 - 我等一下回來 - 找這個蝶萬 Tack - 是我們這幾乎 - 答案 - 翻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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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哇 很危險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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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驚かせてしまったように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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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bilize cado 不 是 那 他 很 是 呀 王? 嗯 我的名字是Roul 這個國的王 Roul王和Sonia王妃? 竟然 我回來了 剛才林克看到一些回憶 那回憶是薩達留下來的回憶 看起來薩達穿越時間到過去了 看到海拉魯王國的第一個國王就是老魯 林克看完回憶後 硬爬在旁邊 林克跟他講說 他看到一些東西 腦中顯現出不可思議的畫面 還有薩達殿下的身影 他還要繼續探勘各處的地上圖畫 或許跟薩達殿下有關的線索 然後他要去旺雀神殿 所以如果我們要繼續去找 林克的話 就要去旺雀神殿那邊 旺雀神殿在哈布拉地區的谷底 那我們打算之後來去旺雀神殿 我們打算先去利特村 我們目標就是要去利特村解 風之神殿以後再去海布拉地區 再去找旺雀神殿 我們現在人在這個地方 那之後我們會先開這邊的地圖 然後接下來我們會去利特村 解了風之神殿以後 我們會回來解這邊 解旺雀神殿這個地方 在我們繼續去利特村之前 我們先回到異站這個地方 我們把我們的馬叫出來 每一個異站都可以把你的馬叫出來 在我們把馬叫出來之前 我們先跟他講話一下 這叫哈卡克 他說這個報紙上的最新報導是什麼呢 在利特村有大寒流來襲 目前利特族糧食短缺 利特村變成陸地上的孤島 所以如果你要去利特村的話 像我們要去利特村 我們要做好防寒對策 那如果看社論專欄的話呢 紅月之夜外出行小心 如果有紅月的話 怪物們就會復活 之前說有一個調查紅月的學者 當時他很興奮說要去 怪物的堡壘 調查紅月跟外物的關聯性 不過他身手好像不怎麼樣 會不會出事 那這個調查紅月的人在哪邊 在哪邊 在這個地方 我們把這裡傳到 監視堡壘這邊 我傳到監視堡壘以後 我們從 右邊的門出去 右邊這個門出去 你就可以看到 這邊有個山寨 研究紅月的學者 就在那個地方 我們過去拯救那個學者 快轉一下 我大概走到路的中間 你會看到兩個波克布林 我想要分享 就是如果你在打這個波克布林的話 你在草的這邊打波克布林的話 你可以燃燒草 燃燒草可以把波克布林燒掉 像這樣 然後他過來以後 你射弓箭 然後附著這個火焰果 射到他們身上 就會被你燒到 你看看 或是用丟東西的也可以 丟火焰果在他身上 就會被你燒死 很簡單就可以解決他們 那我繼續往前走 往山寨那個地方出發 那我再快轉一下 好這樣我們就到了 關紅月亮學者的這個山寨喔 這邊 位置站在這邊 那如果你想要拯救紅月亮學者的話 你可以從正門進去 大打一番喔 或者是你可以從後面繞過去 我這個山寨旁邊都是尖刺 但是有一個地方是弱點 你可以從後面 偷偷的繞進去 打他們一個措手不及 在這邊 如果繞到後面的話 你們看到這邊有一個 木板 你可以用通天樹上這個木板 這邊 我們用通天樹上我們的木板 然後 接下來把這些人全部都殺了 看你要怎麼殺 我覺得這個炸彈很危險就對了 那我就 拿一個炸彈劍丟這邊 拿一個炸彈劍丟這邊 丟這裡 你要丟你的時候就倒轉乾坤 來不及 再來丟他 吹哨子嗎 吹哨子把他打了 大哥 從後面打他一個措手不及就對了 大哥蠻強的啊 你擋住我的炸彈劍嗎 這邊就有研究紅月亮的學者 把他救出來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玩過跨眼之息 跨眼之息 這個希娜八綱就是 研究紅月亮的學者 他說如果要解釋原因的話就要從 雪之滿月的心上開始說起 他不知道正確的時間 但是有時候晚上會不受月相的影響 升起赤紅的滿月 然後一到當天的午夜十二點 天空就會被染得彷彿像鮮血一般的赤紅 然後怪物就會復活 就是雪之滿月 他為了研究不小心太靠近怪物的地盤 就被關起來了 然後給我們蟹禮炎烤魚 然後給我們精力烤肉蘑菇串 他還有給我們能量藥 今晚是霉月 他要撤退 也許會在某個地方之後才會相見 他要撤退 我們之前是在雙子驛站裡面碰到他 我不曉得現在是不是還會回到雙子驛站 我們就來把這邊的東西都拿一下 希諾克是錘子 不錯 還有什麼好康的來拿一下 好,我們救完這個人以後 我們把我們自己傳回瑪麗塔E站附近 我們來把馬叫出來 我們就領取一個馬匹 任何一個E站都可以領取馬匹 我們騎馬去蒂特村比較快一點 好,這樣我們就繼續往莉特村的方向走 也就是往左邊走 往這個方向走 那我打算今天先玩到這個地方 感謝大家收看這一集的薩爾達手術王國之類 下集我們還是繼續玩下去 我們下集會去解前面的高塔 那我們就下集見囉 掰掰 也可以去解決